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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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出今天的股指有继续下跌 探明低点的走势预期 今天股指早盘 多头就失守了前期的重要支撑位置 也就是前期绿色箱体下跪的位置 昨天股指主要的争夺目标还是突破上方的移动技术指标线的压制 但是今天多头不仅要上攻移动技术指标线的短期压制 还要攻击早盘失守的支撑位置 这两个位置无疑给今天的多头带来非常大的阻力 也是考验多头力量的时刻 今天股指的走势延续空头格局 并且阻力开始层层加码 有一种不把多头斩尽杀绝不死心的结构特点 从图形上看 就是支撑位置双失守 昨天 Andy认为 短期绿色箱体的底部具有对于股指支撑的作用 股指还是需要下跌消化市场的空头动量 让技术指标线再度走平或是转头向上 为之后股指上攻创造条件 今天市场是出现了如我们昨天表达的预期 市场出现了继续下跌的走势 虽然只是开盘的低开 但是无疑这个低开已经跌破了之前的绿色箱体底部的这个重要支撑位置 这样对于博弈的筹码来说是不错的消息 之后的视频还会重点描述 鲨鱼工作室属于小众的投资集聚地 我们不会夸夸其谈吸引流量 只从策略出发实现投资目标 欢迎每位有缘的朋友参与 公共视频是免费分享每天走势的分析 请看客们把赞按起来 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还是首先回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小时K线图上 看看今天市场的运行特点 如图所示 从早盘的开盘情况看 纳斯达克综合股指是一个低开 之后就展开了向上的震荡走势 盘中股指始终受到上方移动技术指标线的压力作用 多头尝试反攻 但是依然无法突破移动技术指标线的弱势震荡的小时K线结构 直到中午多头开始发力转变了占据 和昨天的结构有一点相反 昨天是平开之后的震荡下跌 对于前期支撑位置的测试 我们之前表达过的 股指下方的一个重要支撑位置 也就是绿色箱体的底部的位置 今天市场已经击破了这个支撑的位置 全天股指的走势也是围绕这个位置的多空争夺展开的 早盘支撑位置跌破成为阻力 多头破位之后又想反攻上方的阻力 虽然空头全天没有能够利用早盘低开的力量 走出持续性的下跌破位 但是空头的向下力量还是击破了短期的重要支撑 多头盘中的发力 也是围绕这个支撑位置的失而复得为目的的 上涨的震荡和昨天的下跌震荡 基本都是一波三折 今天的运行便于多头博弈交易者 对于短期空头的低开 有一个不错的博弈机会 今天空头动量的释放是可以说接近尾声了 短期的移动技术指标线也成为空头小结构 打压骨指向上运行的指标压力 但是多头盘中突然发了转变了战局 再度把失手的两个重要的支撑位置争夺回来 非常精彩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的股指运行的走势 有一个起稳的预期走势 今天失而复得的相体下跪的支撑位置 和移动技术指标线 都表明多头的力量开始积聚 博弈机会引线 昨天我们也强调过现在的底部动量指标 如果可以保持走平的正当的走势 是多头叙事的一个前提条件 只有在多头动量充分的前提下 市场才能产生向上拉升的走势 今天股指的动量结合早盘最低点的位置来说 依然处在三十数值的位置 基本还是属于一种平衡的状态 重心只是稍稍的下矣了一些 昨天基本平衡在四十数值的下方 今天的底部动量 还是可以继续维持股指震荡的 并且也是在这个平衡的区间 反复出现了背离 昨天是死叉的信号 那么今天就是金叉的信号 这个从信号上来 观察是不同昨天的 非常正常 延续了多空争夺的调整格局 总体的数值已经开始上涨到了五十以上的位置 我们先抛开外部因素的影响 看看技术面发生了什么 一 移动技术指标线 短期支撑股指的上升 股指截止收盘 还是站在了这条线的上方 短期股指偏向于多头格局 股指受到短期移动的压力 延续了两天的时间 今天的压制主要力量 来源于早盘的低开 如果没有低开 指标线有望走平 为多头寻求上攻机会 多头今天也是当仁不让 直接收复了这条线的魔力 把它收至账下 可喜可贺呀 二 早盘股指向下击破绿色相提的下轨支撑位置 这么重要的支撑位置 在前期股指下跌的过程中 多头曾经在此创造过不错的上攻机会 但是今天多头失守此处 无疑这个位置再度成为上涨的重要阻力 如果市场保持正当 那么无疑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之后 多头围绕博弈的一个核心 多头今天果断出击 直接反攻到了这个位置 并且视而复得重要支撑 市场充分换筹 已经让很多投资者措手不及 或是失之交臂了 三 底部动量的指标处在横盘震荡的结构之中 已经来到了三十数值的上方 并且形成了再度的背离走势 虽然现在的股指不出在超卖的低价区间 但是之前动量指标走平之后 反复的背离走势 也曾经给多头的上攻 创造了不错的进攻条件 今天动量的指标 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惊差信号 并且动量的数值开始上涨 直到五十的上方 这是个偏向于多头结构的区间数值 并且极具攻击力量 综上几点技术观察 我们对于明天的股票市场走势的判断结论是 股指将上涨 攻击上方的阻力位置 有望突破调整相体的震荡格局